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曲 李宗盛 梁艳光 自修之 安定郡 巫氏献人 幼年聪慧 性情醇厚 曾入太学深造 饱览群书 谨守礼仪 十七岁便出世担任秘书郎 随文帝时曾官拜向州刺史 在向州任内威德并重 推广文德教化 使向州风气大为改观 向州的民风如何 因受战乱影响 许多士族士身和读书人 大度迁居关内 哦 那么剩下的呢 只有工匠 商贩和岳户人家 迁移聚居在州城的外城一带 因此向州地方的人 性情阴险偏颇 变化多端 哎 战乱真是祸国殃民哪 是啊 啊 百姓民不聊生 大人 衙门外有百姓告状 传上堂来 是 碰上你这样的邻居 真是倒霉 我才是倒霉呢 你们俩别吵了 安静 你 你们两个慢慢到来 大人 我叫张龙 我叫李虎 我们俩是邻居 我家有棵大杏树 但一半长到了李虎家 他就常白吃我们家的杏子 不就几个破杏吗 吃了几个 还需要告诉你啊 你这是偷 这怎么能是偷呢 杏子在我们院子里 就是我家的 大人 你看他还讲不讲理 树枝神进他们家 那就是他们家的了 只要是我李家院墙之内的 就是我们家的 你 你们两个有缘成为邻居 应该相处得好一些才对 杏树本身 都愿意为你们两家结好 你们两个还有什么好吵的呢 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 几个杏能不能换来一世的情分 那我们 你们看这样如何 张家伸到李家院子里的杏子 对半分 好吧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怎么又是你们呢 你问问他 大人 您说这还有王法吗 昨天大人给断了案子 他张龙回去后 还是觉得心里不平 偷偷把伸到我家的杏树给下了药 结果 我们一家老小吃完都闹肚子 我一生气 就把张家伸到我家院子那部分的杏树给砍了 而张家做得更绝 把我家在外面放养那几只鸭子 抓去吃了 你不砍我的树 我能吃你们家的鸭子 我就是不平衡怎么着 凭什么我种的杏你白吃啊 我还不平衡呢 他折得我们家白天跟黑夜似的 我吃你几个杏怎么了 你竟敢指着我的鼻子 我就指了 你怎么着吧 这是在公堂之上 你们俩不得放肆 大人 不如都一起知罪得了 看他们俩还敢闹下去 要想改变民风 就要从根本上治理 一件小事 竟然伤了两家几十年的和气 你们看值不值 你们二人 各自赔偿对方的损失 就此既往不救了吧 谢谢大人 梁艳光立即采用文质法 办教育 推广文德教化 二位先生 这是刺史大人自己的俸禄 请二位先生前来办学 本官特意从孔夫子的家乡 请二位大儒 到向州来帮助我们 兴办教育 向州的前途全仰赖二位了 还请您二位不惜余力 与本官一同把向州的民风民心 抬高一个层次 大人如此相信老朽 老朽愿意在向州付诸一生 老朽也愿意一同改变向州 每项力学 非贤者之书不得教授 以改变这里不好的习俗 本官在这里 替向州的百姓先鞠躬道谢 既日起 学堂免费招募学生 年龄男女不限 有意求学者随时报名 听说这些费用都是赐纸自掏腰包 学好了还有奖励呢 这么好的事情 我们可不能错过了 是啊 我们去报名吧 走 走 走 教通 你怎么对母亲这么无礼 神神年纪都这么大了 你还让她给你操劳 我看你还是跟我去学堂 学习圣贤之道吧 是啊 我听说还是免费的呢 这还用学啊 我这么辛苦干活 养活老娘还不算行孝 你这也算行孝 你看看婶婶都累成什么样了 要去你们去 我还得干活挣钱呢 你除了挣钱就没想过别的 不挣钱我们吃什么 让你去学习又不用交学费 我也得有时间呢 婶婶 我带您去看看吧 好啊 人与人的关系有五种 为之五轮关系 顺此五轮之道就是做人的根基 欲不拙不成器 人不学不知道 是故古之王城 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 先生 子曰 智圣文则也 文圣志则始 文志彬彬 然后君子 又做何解释呢 孔子说 朴素的天性胜过后天的培养 就会显得粗野 但后天的培养 如果胜过天性的朴素 就会流于斯文 天性的质朴 与后天的培养 同时均衡发展 才称得上君子 哦 哦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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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道理 好 如此好学之人 本官要赏 来人 大人 贴出布告 本官宴请学子 是 来来来 再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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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干干干 好啊 我们今天真高兴 来来来 来来来 干嘛 泰斯 为什么我们吃的 跟他们不一样啊 秦奉好学的 就在堂上摄宴招待 喜好诉讼 懒惰而学业无成的 就在堂下 这 这不是羞辱人嘛 还须各位自修自行 良念光兴办教育 文德教化初见成效 人们开始觉悟 张龙兄 你也去学堂听课 是啊 李虎兄 不学礼人不敬啊 过去是我不对 您别记恨我 凑在我 咱们就此既往不救 好 此话说远亲不如近邻 你我都得互相礼让才对啊 是 娘 我饿了 你快到集市上买些桂花糕吧 都快饿坏了 好 娘这就去 孙神 您这是干嘛呀 命重要还是东西重要啊 童儿饿了想吃桂花糕 他自己怎么不来买 天儿这么热 弟弟怎么能这样对您呢 您这一把年纪了还 沈沈沈 走 我送您回家 走吧 去哪儿了呢 买个桂花糕去这么长时间呢 饿死了 这么慢才买回来 交通 你对婶婶怎么这么无礼 通儿 如今大家都在学习圣贤教诲 你这样就是对娘的不孝啊 我原来一直这样 你不也从来没说过我 婶婶为了你 在集市上都摔倒了 回来你也不问问婶婶的身体如何 还埋怨他回来慢了 他这样一把年纪 你也忍心哪 你少管闲事 这闲事啊我管定了 我要去告你 怎么 本官惭愧啊 大人何出此言哪 是我没有教导好百姓啊 一些百姓 竟然连骑马的孝顺父母都做不到 大人不必自责 十年数目百年数人哪 相爷 我现在怀疑自己的善教政策 是否合适 善教政策是好的 只是一些积息由来已久 需要时间来改变 就拿这个交通来说 不孝饮百杯啊 是啊 我们要是把他叫化了 其他人就好说了 那就先从这个交通开始 嗯 交通虽然能干 但是对我的婶婶就不一样了 如何不一样 大人 你也看见了 家里繁重的体力活儿 交通从不伸手 反倒让我年迈的婶婶 每天像仆人一样伺候着她 交世 你可知道 人到暮年 当一切繁华逝去 一个不成器的孩子 足以让你晚景凄凉 哎 大人啊 这孩子从小没爹 我自己没读过什么书 所以对儿子从小娇生惯养 缺乏教育 才 我不打不骂 好吃好喝的供着她 这也算不孝啊 大人 这样的人 就该吃我们鸡大饭 责罚反倒容易加深 她对母亲的怨恨 我自有办法 大人 您这是要 你带你婶婶先下去 把交通留下 是 大人 不孝 父亲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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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韩伯瑜 小时候很淘气 每次有小的过错 母亲就用手杖打她 一天母亲因故生气 又用手杖打她 伯瑜大哭 母亲惊讶地问她 往日用杖打你 你总是不吭声 也未曾哭泣 今天用杖打你 你却哭得如此不像样子 难道是因为我打得太疼吗 伯瑜盲说 以往儿子犯了过失 挨打时虽然感到很疼痛 但是因为知道 母亲很康健 心中庆幸 以后母亲疼爱我的日子 还很长 可以长城欢西夏 今天母亲打我 一点也不觉得疼 足见母亲已精力衰退 担心以后的时间不多了 才情不自禁地哭泣啊 韩母听了 将手杖扔在地上 长叹一声 无话可说 大人 我 你不是一点没有孝心 只是你忽略了 对母亲的反哺之情 和感恩之心 孩子 你不知道 什么叫色男吧 色男 你说你 不缺父母的痴穿 但是 你从来没给过母亲好脸色 这也是不孝啊 是不是 现在自己翅膀硬了 不在乎母亲的态度了 以前 母亲总控制我 现在 家也都交给我了 她的本意 是希望你自立啊 可是我 现在 母亲已经控制不了你了 老了 无力了 孩子 你母亲的日子不多了 子欲酿而亲不带呀 好好善待你的母亲吧 感谢大人带我来这里 我从今天开始 借酒 并学习圣贤之道 从此 交通改过例行 成为善事 教育了一方之人 社会风气 为之一变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时也 立身行道 扬名于后世 已显父母 孝之忠也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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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我自己来 您歇着 娘还能干呢 你干活也够辛苦的 娘 我不累 您到树荫下坐会儿 我来给您捶捶背 好 我代表向周的父老乡亲 给你践行 你是咱向周第一个父亲赶考的学子 这些盘缠和衣服 给你拿着路上用 希望你高榜得众 为向周的百姓争光 大人 学生一定不负众望 好 干 大人 稍等 喝了故乡的泥土 心就在故乡里生根 我会回来的 嗯 好 好 好 子月 交民亲爱 莫善于笑 交民礼顺 莫善于替 一风一俗 莫善于悦 安上至民 莫善于礼 由于梁燕光 重视教育 将一系列星学举措 落到了实处 所以 读书之礼者 日益增多 狡猾无赖之徒 日益减少 泉州 人皆勉励 风俗大改 向周 很快就变成了一个 文明之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